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爱多美的会员早上好 谢谢各位 相信各位如果说第一次来的 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早上好 如果说你已经是这边的常客 你就知道说早上好有多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爱多美的第一个位阶 就是销售大师 然后你如果说做到销售大师 AUTO的话 你就是公务连演的退休 然后我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因为我现在已经在领劳保年金 然后我又有一笔爱多美的年金 你看有多么好 为什么呢 谢谢各位 那以下我就来分享 因为在 其实我加入爱多美算有一阵子了 可是那时候我加入爱多美的时候 没有什么产品 然后也不会讲 你知道吗 当我第一次知道说我们那个牙刷是黄金奈米的时候 已经是半年以后了 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也不会讲 就跟人家说爱多美的牙刷很好 爱多美的牙膏很好 都很好就对了 可是好像人家不买帐 因为太便宜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台湾可能就是大家已经被这个船直销都吓到了 所以就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说 真的如果说我们要跨出第一步 可是我加入爱多美以后 我是先使用产品 那我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 我真的是感动了 那我在分享的过程中 我觉得就像刚刚彪哥说的 我们一定要先使用 因为你使用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跟伙伴 或是说跟你的亲戚朋友左右邻居 来说出我们的感动 然后再来 你如果说好 你产品用好了 你才会说 好像用东西又有点事 那我相信说 今天我们来这边的伙伴 如果说好 你加入有一阵子了 可是我觉得爱多美的 就是说这一家公司让人家感觉怪怪的 就是只有50块 50块你要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今天来的很多 还是带着疑问 那如果说你们有心想从事这个爱多美 就是想来说这边赚到钱的话 我就是希望说今天各位伙伴 就是好好的静下心来 你们要打瞌睡都没关系 但是你那个心一定要给他带过来 你这一条路 爱多美这一条路真的是可以走 因为我会站在这边 其实我在来上来这边分享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心长就一直要上 我上来分享 大概是怎样呢 有的人拿到麦克风就会被插 那我就有这一种天分 我拿麦克风就是不会插 然后因为我只有10分钟 所以我真的是要把我今天就是公司 他要我们会员上来分享 就是要真的把让说你们今天来了 可以学到说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说我们加入的话 真的你就是用看看 然后你就来看看 就像今天这个 然后中心会议 然后成功学院 你如果说你来真的你来听了 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我相信你会感谢很多人 不只说感谢介绍你的 更感谢说有这么好的平台 然后就是说你看我们的产品这么好又便宜 当董事长也是常常讲一句话 说如果说你在分享爱多美 有一天你已经发疯了 你一定会成功 因为我现在有时候就莫名讲讲 就讲到爱多美 明明有时候就讲电视 为什么跟爱多美也有关系 就是真的有时候就觉得 好像我的精神就有点错乱了 可是就是很想讲就对了 就闭口也闭口也爱多美 就是都是爱多美就对了 你看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常想 刚刚那个有分享说 我是一个退休人员对不对 好那好啦 我今天就刚好要60岁了 那如果说好 以我们常常现在都赖来赖去嘛 都有一句话讲 老人有啥好 个厨好 骗孙好 啊再来是啥 死死的好 那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没想到死死的好 因为我还很年轻啊 对不对 去买你们肚子 也可以帮了三十年 对不对 如果说我在爱多美 我可以赚到说另外一桶金的话 那是不是很好呢 是不是你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就常常 在那个中心 然后是哪里遇到我 就很想说 修断啊 你是怎样去经营爱多美 你就去讲就对了啦 真的你就去讲 然后你就一定要用东西 你有用东西 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这样 只要你的伙伴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他有用过爱多美的产品 他一定会来再来找你 我就打个比喻啦 你知道吗 我们家我先生就是我公公 他们有很多兄弟姐妹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中庆会 我们已经年纪办了四年了 第一年的时候 我一样把爱多美的产品就展示在那边 我先生就说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吃完饭了 能得来问一下吗 第二年我还是一样照样给他排 第三年你看第四年 牙刷牙膏 我就一整箱全部都带去 都不够 然后你看我们7月14号才办家庭 就是我们的中庆会 可是最近就有人说 真正牙刷很好 所以我们爱多美的东西就是不怕你用 然后套一句就是爱多美董事长的一句话 在爱多美你不成功才是奇迹 你的亲太公就到底有就对了啦 你就让人家贡猾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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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猾 对不对 这个真的就是爱多美 爱多美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东西好 然后又便宜 对不对 他败败 他要贵败的 那我们的东西好又便宜 为什么我们不要来买来用看看 是不是 然后我有一句话就是我勉励自己 然后也是分享给大家 自古成功告勉强 为什么有这一句话呢 就是说你要成功一定要勉强自己 然后你可以把这一句话 勉强你的伙伴 因为大家都互相勉强 其实也是让大家互相勉励 那你一定会成功嘛 对不对 小成功就是像当初 其实我刚刚不是有说 我家日就是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经营多久 才领了第一笔钱 我经营九个月 我领到第一笔钱我很高兴 为什么爱多美是真的 因为你如果说 有的人很多是怎样 像我在经营爱多美的当中 就是有人也是跟我邀 什么契约什么 接就一大堆就对了 结果前几天一样 我们就是有机会遇到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现在那一边你做的怎样 别说了 那不好 我现在去高雍同好 然后他就说什么 那高雍的多好呢 吃米一年都吃免钱 你们自己算一算 你们家吃米就对了 米一年可以吃多少 五千块你们就吃不了了 结果你看看他又翻另外一家了 对不对 所以你在爱多美 我到现在就说 我从来不去想说 另外一家怎样怎样 因为你就是要跟着脚步走 在爱多美有人是怎样呢 人家说人在江湖心在寒 有没有就是说他明明已经加入爱多美 可是还在另外找另外找另外找 还在找其他更好的 没有了啦跟你们讲啦 如果有更好的话你们不要听了赶快回去 留下来才是我们的 还有就是说我刚退休的那一年 就有一个人邀我到台湾人寿 然后台湾人寿的那个总监讲了一句话 他说保险很难做的 但是很好谈的 如果很好做的没能够到你们 偏偏我们爱多美是反过来 我们爱多美很好做的 也很好谈的 现在是你们怎样谈 对不对 然后这个真的就是我个人的感想 还是那一句老话 就是说你用看看 然后你来看看做看看 还有一句口诀 我在这边也是跟你们分享 就是说爱多美那个也是 就是说等于都是一些上线上线 你就是一定要上课就对了 你上课从上课中 你可以学到很多 他就是说好我们顾热线 然后放冷线开信线 为什么叫做顾热线 就是说你去分享的话 那个人他很热衷 觉得爱多美很好 你这个人你就给他顾住 这样你就成功了 然后为什么叫放冷线 有一些人他加进来了 可是他都不动 都说分掉了 不思议啦 分掉而已 那一些的话就让他这样 然后开信线 就是说你赶快去分享新的 然后赶快去邀新的会员 然后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感谢各位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